歌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我们同声来念 预备 一二念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 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贤给祭法看 然后贤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贤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 以后贤给雅各看 再贤给众使徒看 莫了也贤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气而胜的人一半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创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不去是我 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传 你们也是如此信 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 保罗现在他要处理的是 哥林多教会里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有人不相信 人从死里复活 这是教会的一个很严重的信仰危机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他要捍卫基督徒在末日来临的时候 有身体的复活 所以他是反对教会里面一些人 说没有死人复活 你现在看十五章第十二节 十五章第十二节 保罗怎么讲呢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第十三节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第十四节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因为这个缘故 保罗很清楚看见 不相信死人复活 也就是等于不相信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这是对福音造成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 为什么 因为什么是福音 福音不是一个社会更新的这样一个好消息 我们使到整个社会更新起来 福音不是一种道德改善的一个好消息 这些都不是 福音不是一种我们使到文化被更新起来的好消息 福音我们知道 Evangarian就是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 跟社会更新 文化更新 人的这个道德更新 没有先有这个直接的关系 因为道德的更新 社会的更新 文化的更新 那是因为人相信福音之后 结果而不是福音的本身 什么是福音 如果有非基督徒问你 什么是福音 我们能不能够很清楚告诉对方 什么是福音呢 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 以后我们会慢慢看到 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 就是谈到有关于耶稣基督 拯救罪人 脱离罪与死亡权势的好消息 我们得罪上帝 正如圣经所说 犯罪的结果就是死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隔绝 然后上帝给我们活几十年 所以有人活三十年 有人可以活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七十年 那么他就是要面对一个什么呢 死亡 而这个死亡是第二个层次 因为第一个层次呢 是跟上帝的关系隔绝 这是灵性的死亡 这是死亡的第一个层次 死亡的第二个层次 就是身体与灵魂的分开 这是第二个层次 尘归尘 土归土 灵魂要归上帝 特别是那些任性上帝的人 第三个层次的死亡 就是永远与上帝隔绝 那是在帝撒罗里加后述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 所以死亡永远包含这三个层面 灵性的死亡 身体的死亡 跟永恒的死亡 那换句话说呢 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 我们是一个罪人 因为我们是面对死亡 我们一生下来 我们这个人就是面向死亡的 我们不能抗拒死亡 谁能抗拒死亡呢 没有一个人能抗拒死亡 只有这位从上帝而来的耶稣基督 他是神来做人 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他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 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 拯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的刑罚 他在上帝面前 因为你的罪 因为我的罪 他承担 然后他代替我们来承担 上帝本来应当在你身上的刑罚 在我身上的刑罚 结果是他承担 所以这个叫做代替性的牺牲的惩罚 所以你可以看到 福音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怎么样拯救罪人 脱离这个罪与死亡全世的好消息 全世界只有一个真正的好消息 就是这个 你从这样的一个定义里面 你可以明白 基督教的信仰的这个福音 不是谈到这个行善的问题 很多人说 这个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一样 都是叫人行善的 不全然是 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只是纯粹谈到这个行善的问题 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是谈什么呢 一个生死的问题 你信耶稣 你就有生命 你不信耶稣 你就没有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对那些不相信他的犹太人怎么说呢 你们如果不相信 我是基督 我是上帝所高默的 我是上帝所差遣而来的救主 你一定要死在罪中 没有妥协 能骄傲什么 犹太人你知道很骄傲的一个民族 我曾经在美国贵振学院上课期间的时候 在手表店里面跟一个卖手表的犹太人老板来沟通 很骄傲的 很傲慢 犹太人常常认为他们这个民族是很优秀的 你查看 在这个西卡古大学他们做了研究 他们拿这个诺贝尔奖的人 最多的民族是犹太人 你不要以为华人很聪明 犹太人虽然人数不多 六百多万的犹太人 从过去历史他们面对这么多的这些的逼迫经历 这个民族是上帝有他自己特别的保守 上帝选择这个民族来领受他的救恩的启示 诺贝尔奖很多是犹太人 很骄傲 引以为豪 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他们一定得救的 很骄傲 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 对这些犹太人说 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 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是基督的话 你们一定要死在罪中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在这个福音当中的两大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 不能妥协 耶稣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是整个福音的两大核心的教义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基督教的节气最重要的不是圣诞节 你今天要颠倒过来 最重要的节气不是圣诞节 很多人以为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气是圣诞节 那是错误的答案 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气是受难节还有复活节 受难节是要纪念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的罪牺牲 他怎么样站在我们的地位为我们的罪而死 复活节告诉我们说 这位耶稣基督不但是死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重要不重要 这两个阶级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我们不但是基督徒纪念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说 我们这位耶稣基督 是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主 因为祂是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罪人 脱离罪与死亡权势的主 耶稣基督用祂的死亡来打败死亡 耶稣基督用祂的死亡吞灭死亡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证明祂是能赐人生命的主 证明祂是能够把上帝的义赐给罪人的救主 有没有呢 没有了 释迦摩尼死了 火化 还留下一些 今天在斯里兰卡 或者在北京 所谓这个佛塔 庙塔里面呢 有它所谓真实的牙齿 表明什么呢 表明它没有从死里复活 为什么要去膜拜它 回教的穆罕默德 它的坟墓是在马丁纳 今天回教徒朝圣 是在摩卡 那个卡尔巴 那个很大的 那个黑色的那个建筑 他们也去马丁纳 去看什么 去看穆罕默德的坟墓 因为穆罕默德的坟墓在那边 坟墓在那边 没有从死里复活 有没有盼望 没有盼望 一个死了的人就表明怎么样呢 表明他是活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 他没有办法从死里复活 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 他的坟墓是空的 他的坟墓完全是空的 你们刚才读的经文很清楚看见 当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 他显现给不同的门徒看 到最后他显现给保罗看 保罗这个人本来不是相信耶稣基督 保罗是一个双重博士 保罗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 保罗是一个感到自己 是不需要基督教信仰的 因为他认为他逼迫教会 就是为上帝大发热心 他没有想到 他到这个大马社的路途当中 耶稣基督向他显现 他整个人被折服下来 所以耶稣基督向他显现 他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 感谢上帝 我们今天要明白 福音的两大核心的教义 就是耶稣基督的死 耶稣基督复活 因此受难节复活节 这两个节情 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节气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为我们的过犯 被叫去处使 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 感谢上帝 这是罗马书第四章 第二十五节的这个经文 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们要想起保罗在起初 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 保罗所传的福音 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犹太人不接受的 这个福音是外邦人所拒绝的 因为犹太人是求神迹 外邦人是求智慧 保罗定义说 我传的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 我要传的就是基督 我要传的就是基督定时的架 因为只有这个福音 这个好消息 能够使我们脱离罪的全世的捆绑 脱离死亡全世的捆绑 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 因此你可以看到 那些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些弟兄姊妹 这些基督徒 他们都可以出来做见证什么 生命完全改变 这种生命完全改变 不是精神寄托 是真的 那是圣灵的工作 我的小弟过去 在新加坡 向一个快要临近死亡的病人传福音 他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 虽然不是绝对有钱 相当有钱 他说他几乎花尽他一生的积蓄 来去医他的病 患什么病呢 癌症 什么好的医生他都去找 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快要死了 我的小弟弟向他传福音 我弟弟告诉我 当这个病人 他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 他整个生命完全改变过来 从彷徨 从恐惧 不知道未来怎么样 把他转变过来 成为一个有把握 稳定 心里面有赦罪平安 这种的心情 来面对他的死亡 我过去跟一些病人传福音 也是一样 不是假的 这不是精神寄托 我真的要重新再讲 虽然这个是我在很多 这个上礼当中讲过 我还是要讲 就是我在槟城 进新会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个老师 他还没有在槟城神学院教书的时候 他曾经在香港 做过这种叫做临终关怀 是一个辅导员 他就发现他辅导的病人 很明显的反应不一样 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 假的信耶稣不算 我们说是那些真正信耶稣的 跟没有信耶稣的 也包括那些假信耶稣的一类 那些没有真正信耶稣的 或者是假信耶稣 不信耶稣的 他们死的时候 没有把握 没有盼望 不知道要往哪一个方向 永恒怎么样 我怎么面对我的永恒 我怎么样面对我的将来 有些甚至恐惧 站进到一个地步 喊爸爸喊妈妈 死的时候那一刻 但是我的老师告诉我 他发现他临终关怀 那些真实信耶稣的 这些基督徒的时候 很稳定 很安稳 很平安 很有把握 来面对他的将来 因为他知道 他的把握 他的安全 他的保障 不是凭他自己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从死里复活 得胜死亡 信耶稣的人 借着耶稣基督 与上帝结连 安稳在上帝的手中 这种的把握 这种的安全 这种的保障 不是精神寄托 孟子说的一句话 怎么样呢 他说一个人 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奇言也善 其实不但是奇言也善 他整个表达出来的 真实的情况 你假不了 很真实的面对 所以亲爱的丘子妹 保罗在这里 说得很清楚 就是这些 他曾经过去 传福音给他们的 格林多教会的丘子妹 他们要想起 保罗过去 是怎么样传给他们的 保罗所传这个福音 他们领受了 他们也靠着这个福音 能站立得住 这是格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第一节 保罗所说的话 第二节 保罗说 若你们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此手 我所传给你们这个福音呢 你就必应这福音得救 必应这福音得救 是这样斩定截铁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但是你看到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 他们不要信耶稣 或者他们信耶稣是假的 那么他们人生 依然充满着彷徨 依然充满着不知所处 失去人生的方向 不知道 外面很热闹 特别是有些人 他因为他的学问 他的知识 渊博 他在社会当中 有一定的地位 或者是他有相当 这个钱财 很多人就会靠拢你 围绕在你身边 很热闹 但是人离开的时候 你心里面恐惧 你心里面空虚 你心里面不踏实 你不知道人生 要怎么样走下去 请问 你要怎么面对你的永恒呢 我现在给你看一幅图画 这是十九世纪 这个印象派的大师 叫做高庚的一些名著 他甚至在写给他的朋友里面的一个心里面说什么呢 他认为他所画的这幅图画 是比他过去所画的图画来得更好 也不能再画这样的图画 我请彭公把这幅图画 把它放出来 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高庚他所画的这幅图画 这幅图画它有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要往哪里去 这岂不是我们人常常问的问题吗 我们不能很仔细来讲解这幅图画 这幅图画你要从右边看到左边 这幅图画主要是分成三组 第一组你看到有几个妇女在最右边的 再加一个婴孩 所以我们会惊讶 人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这是非常奇妙的 到底人从哪里来 对高庚来说没有答案 那你在看中间那个 特别你看到有一个男人 他两手举起去采这个果子 就是描写我们人生的壮年 我们的生活 下来你要看的就是 特别有一个妇女 她坐在那边 然后在最左边的时候 一个老妇人 那个老妇人是什么呢 两个手拖住她的筛 愁眉苦脸 她已经认命了 因为她要面临死亡 她感到我这一生就是要完了 有没有盼望呢 这幅图画是没有盼望的 因为很多分析家他们 谈到这幅图画 它背后的颜色是深蓝色 你这样看的时候 好像看上去很鲜艳 它背后是深蓝色 是一种悲观 是一种绝望 你看到后面 还有一个蓝色的偶像 有没有 两只手丝大概是这样 这是什么了 这个是高庚自己 在信里面提到的 用英文来说是beyond beyond是神吗 他不是这样的理解 这个beyond就是死了以后 你的来世 是一种人生的超越 但是呢 这种永恒的方向 是什么的一个情况呢 高庚没有答案 所以他自己在心里面 他说 这样的一个永恒 似乎是给我们一种 一种安慰 但是这种安慰 可能是一种想象的安慰 这幅图画是他自己人生的 一个写照 他画这幅图画的时候 他的女儿死了 他自己身体很不好 很不健康 然后他是高台 这个什么呢 高台 这个债主 就是他欠很多债 然后面对很多人生的窘境 他以为他可以在法国 那个Tahiti找到他的人生意义 因为Tahiti这个岛里面 那些土人 他以为他们这种的人性 是比较单纯 没有想到 他到了Tahiti岛上的时候 他发现人性一样的 这些土族 有土族的这种人性的诡诈 有他们黑暗的一面 他在这个岛上 也一直这种泛滥 那到最后呢 他人生没有盼望 他画完这幅图画 跑去自杀 结果没有死 后来就把这幅图画 寄给他法国的一个朋友 在心里面写清楚 他画这幅图画的缘由 亲爱的兄弟妹 没有耶稣 人生是没有盼望的 你没有耶稣 你人生没有找到一个 真正的一个意义 如果你说有的话 我告诉你是假的 我告诉你是虚妄的 这都是不真实这种满足 很多人以为钱 虽然不是所有 但是钱一定很重要 我要再讲 有没有看过那本书 就是穷的只剩下钱 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这本书出名就是因为 这个陈志忠 陈水扁的儿子 在他的老爸 在台北的看守所 被囚禁的时候 他在十月二十号左右 把这本书送给他的老爸 要提醒他的老爸 过去我的父亲 怎么的贪腐 怎么贪污 就是为了钱一个字 搞到今天这种格局 这本书里面谈什么呢 这本书谈到就是 这些一生想往钱财 物质来以为填满自己 满足自己的人 他穷的只剩下钱 看上去很有钱 但是他生命是很贫穷的 就好像唐沐司 唐崇牧司 他说很多的有钱人 外表很风光 里面很空虚 外表很靓丽 里面很贫穷 这本书里面 他特别提到一个妇人 他在美国 有一天 他接到他一个中学同学的 一通电话 这个中学同学是在台湾 要飞去美国公干 顺便来去看看 很久没有见面的这个妇人 结果呢 他说很好 你就过来 这个从台湾过去 这个同学呢 到机场呢 那个妇人 他就派人去接他 非常豪华的汽车 接他 接了他以后呢 就到他的家 哇 真的是很大很大 这个车房里面呢 除了这部车之外 还有一部跑车 还有另外一部 非常豪华的车 我指非常豪华 不是Mercy de Benz 也有不同的等级 非常豪华 进去的房子里面 十多个房间 挂满这些名画 但是空洞 只有他一个人 跟他的仆人 他就问他说 你的先生呢 他很不好意思 他说 我的先生有外遇 很少回家 为了化解尴尬 他这个台湾的同学在问 那你的儿女呢 现在儿女都大了 他们在别的城市来工作 很少回家 然后这个妇女 就自我嘲讽的那句话 看来现在 我穷得只剩下钱 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钱 我想这样的话 要刺激我们 好好去想 我们以为 我们拥有什么 什么什么一大堆 到最后 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请问 你能拿走什么 你能拿走一分钱吗 可能最后 我们剩下的 真正属于我们的 就是四尺 成六尺的 那个洞 放我们的棺木下去 就是这样 所以那些 把整个人生的焦点 放在拥有财富 拥有地位 拥有学问 虽然这些都重要 不过这些 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如果没有耶稣 什么好消息 如果你没有耶稣 好像耶稣说 你赚的全世界 你失去你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意义呢 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你能向耶稣说 耶稣 我跟你说 我赚了多少钱 多少钱 我银行户口 多少多少多少 我拥有多少产业 我做了多少多少多少 耶稣基督回应你 只有一句话 你这个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不认识你 那是很凄惨 没有机会 所以我重新强调 使我们真正能够回到上帝面前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我们信靠这位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死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拯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权势的 这个福音 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真正的好消息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盼望我们都愿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诞节快要来了 我们应当好好的向我们的亲友传福音 邀请他们来参加 无论是12月22号的唐牧师的圣诞步道会 或者是我们在12月25号的圣诞步道会 我盼望我们好好的把这个福音传开 叫我们的亲朋亲友有机会听福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